再来带您关心校园停课的标准 台中市跟中央不同调 国公中将比照国小 如果个案确诊前两天 曾经到学校去上课的话 全班就暂停实体课程三天 师傅表示小朋友下课时 接触的对象不只有九宫格的同学 那因为地方团体有不同的意见 才会做出调整 另外台中市既快筛扬得来素 还有儿童就医得来素之后 又再加开诊所PCR得来素 让民众在诊所就能够做PCR 明天会正式的上路实行 校园停课标准中央新规定 国中及高中个案确诊前两日内 曾到学校上课 学生座位附近的九宫格同学 实施三天防疫假停止到校 但是台中市教育局做了唯一条 让高中国中国小及幼儿园的标准一致 高中以下学校 个案确诊前两日内 曾到学校上课 全班同学和导师都暂停实体课三天 跟中央不同调 是否有跟教育部报备 他接触的对象 不一定只有九宫格中的同学 那这当中没有对错好坏的问题 中央跟地方都在为了防疫而努力 另外台中市即快筛羊得来素 跟儿童就疫得来素之后 又再开诊所PCR得来素 你已经有很明显的 新冠肺炎相关的症状 那你就可以 那你到了这些诊所以后 医生会给你评估 新推出诊所PCR得来素 民众在加快筛羊 就可以到诊所进行PCR 虽然还没有快筛阳性 但有相关新冠肺炎症状的市民 交由医生评估 若医师觉得有疑虑 也可直接进行PCR 希望能充分运用台中的医疗量能 也疏解社区医院 中大型医院PCR量能的复刻 5月10号正式上路 记者中部最好报道